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前总统马英九昨今连续两天都穿国民党联帽上衣 出席党中央台北市党部新春团拜 马英九致辞时透露自己春节期间穿白色蓝底 KMT冒漆出门提高其曝光度才会爆红卖到缺货 综合媒体报道 马英九昨出席党中央新春团拜时表示 小年夜市场买菜大年初衣本妙祈福时 身上都穿着件帽 七深受民众喜爱 还因媒体报道提升商品询问度 每件售价790元卖到缺货 不仅可溢注党务经费 还能了解年轻人旗号 报道指出 马英九今出席台北市党部新春团拜时 再度提到此事 大趣的说 上衣现在不止买不到 可能要到黑市才买得到 马也强调自己有两件帽 七似乎是想澄清 他有记得要换穿干净衣服 没有铜件上衣连穿两天不洗的问题 报道提到 马英九指出 这件帽 七构想很棒 若销售成绩高 亦可提升国民党士气 马剑市议员许红婷 秦惠珠都穿着 KMT冒七 立马大赞希望大家多穿 明天就穿给我看